你把手上的项目交给他 就可以走了 快点 正是今天就全部给我 在你手里没什么作用 刘主管 你要开除我可以 但是你起码告诉我个原因吧 我在公司这么久 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你的学历已经不能胜任了 这是我找的高材生 自己有几斤几两不知道吗 好 我走 我收拾一下东西 主管 你把山山姐叫回来吧 那个高材生小事不做 大事不熟 整个项目都是我们在做 叫什么叫 谁还没个熟悉的过程 人家学历摆在那里 在质疑我的眼光吗 小张 这个项目数据 我们一起核对一下 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自己做吧 我什么学历你知道的 别来问我这种事情 来 小张 你看一下 这是我们今年 最重要的项目 你好好做 我们拿下M公司的投资 主管你放心 一定没问题 到时候M公司的人会来检查 你就大放光彩啦 嗯 好的 等他做完这个项目 我看谁还敢质疑我 老板 您叫我 嗯 对 啊 神山 你来我们M公司多久了 嗯 一个半月了吧 刚好呢有一个总监的位置空缺 你有没有信心 老板 我这刚来 你的能力我一直都看在眼里 只是缺少一个平台 就这么定了 哦 对了 刚好有一个项目需要你去审核一下 是你原来的公司 您就不怕我偏袋原公司啊 哼哼 用人不疑嘛 再说了 我相信我看人的眼光 要不然咱们公司也不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好 谢谢老板 都准备好了吧 一会儿M公司的高管就要来了 放心吧 老板 都准备好了 小张 好好汇报 嗯 好的 我还有点紧张 这M公司还是第一次来我们这种公司 请坐 就不压抢人士旧了 直接开始吧 这次合作 M公司如果投资 把话说清楚 不好意思啊 他可能有一点紧张 没事 继续吧 走吧 先生 看在你也在这个公司待过的份上 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你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他是高学历的人才吗 怎么会这个样子 你们也不用在我面前演苦肉计了 连最基本的数据核对都能出错 他选人的眼光 确实没问题 走吧 你们两个 马上收拾总是滚蛋 好 好 帮你 我 你是 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